因為瑪莎多才多贏 多才多贏 我會講話 因為珊妮親切待人 為什麼你們要笑 你們要笑為什麼 這有什麼好笑的嗎 她真的很親切待人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要笑 對啊 五月天瑪莎及陳珊妮 湊在一起 一同公布第十屆 菁英創作獎的入圍名單 瑪莎為這屆的評審團主席 色違且見主席的陳珊妮 對於瑪莎擔任這個角色 可說是讚譽有加 一開始我就建議 要找瑪莎 是因為瑪莎很關心 台灣的這些創作 跟樂團的事物 應該是吧 真的非常關心 有啦 我有關心 然後在這麼關心的人裡面 她算是所有的音樂人裡面 就是頭腦最清新 然後智商最高 處理事務的經驗也很夠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 非常適合的音樂 從她嘴巴聽到這種音樂 我一定說她說的都對 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非常有榮幸 這幾年就是 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 然後可以被大家聽見 然後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一直在發生 那怎麼樣利用 像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讓大家被聽見 然後可以被更多人看見 我覺得是一件滿重要的事情 所以還滿願意 就是接下這樣子的工作 而這屆精英獎 宣佈入圍名單的方式 相當特別 由主席瑪莎開車 沿路接送不同嘉賓 上車揭曉名單 一路上與嘉賓的互動 相當有趣 最後接到桑妮老師 竟發生這樣的事 最佳樂團獎 嗚 補什麼啦 怎麼笑這種聲音啊 不錯啊 很多我喜歡的 喜歡的 你知道 你知道你今天之前 大家說要找你 大家最擔心的是 就是你笑點很高 然後不笑 然後增長會很乾 結果我現在 最需要擔心的反正是 你笑到不知道 該怎麼進行下去 真的 你讓我們情何以堪 對不對 那之前的擔心是什麼 你們很難取樂耶 你才能取樂吧 你有什麼立場講這種話 又咆哮了 超大師父 所以一開始 雖然是要直播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 好像不應該用傳統的方式 就是台上有一個主持人 然後有人上去 然後找一些不一樣的人來 大家聊一聊這個獎項 說真的要是我 我也看不下去 所以大家可能 都在等那個名單而已這樣 所以我們才想說 那不然來玩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好了 對 然後所以在這中間的過程中 其實有稍微跟珊妮討論了一下 對 然後她就隨口說了一個 是我說的嗎 不是你說的喔 不是你說的 是我說的嗎 沒有 我們就說不然我們就到車 我忘記了 我真的有點忘記 我的確跟瑪莎通過電話 但是我不曉得 就決定了這件事情 但是我 她跟我講的時候 我也覺得還滿好玩的 更何況因為我拿到腳本的時候 是說主席跟你很熟 所以你們可以隨便 其他人我列了很多 可能會聊到的事情 跟可能會講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懷疑這是誰的 這真的不是誰 這真的沒有誰 對 就是上車是什麼 就是什麼 不管是誰提出的 這主意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而除了精英獎頒獎典禮外 一系列的音樂活動即將展開 喜歡獨立音樂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囉 完全樂 張孟姐 劉京強採訪報導